我喜欢以下这些设定里面是怎么组合成一个男主 男主设定要那个大学教授和黑道老大 就是他同时去看学教授又是黑道老大 然后性格设定我要成熟稳重 雅痞邪心 温柔痴情 我喜欢的结局是 我的天哪你这些结局都好飞着流 别离开我我有的事情 滚 这个不行多干的是卡尾 你要是背叛我们一起下地狱 这就是我们演的心动男主 我觉得沪欣他这部剧的甜和虐各占多少 一半一半吧 那如果我要用爵士小甜剧来宣传护心 要来安利我的朋友们来看 你觉得可以吗 也不太可以 你们花絮感觉剧组的氛围特别好吗 能不能说一下你们这个剧组的射牛是谁啊 那当然是我们的导演啊 导演每天在现场都特别有精神充满活力 然后在现场掌握全场 说燕肥过来 而且导演对我有特别多的称呼 一会叫我燕肥 一会叫我小妹啊 一会叫我小美女 反正就天天就换着各种名字来叫我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小妹 我觉得小妹比较感觉更加和蔼可亲 而且小妹每次叫小妹的时候特别的可爱 那因为你在剧组带零食吗 刚才说给佛老师吃 就是你就是跟大家续度打成一件什么好朋友的方法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在横店 然后特别多的零食堆在家里 就分给大家吃 全剧组就没有人没吃过我的鲁蛋 全剧组没有人不喜欢周夜 对 那你到别的地方 或者认识新的朋友也会这样破冰吗 没有什么是吃东西和一顿饭不能解决的 你就是靠这个在娱乐线交朋友的 是的吃多吃 觉得剧组干饭吗 你不是说燕慧喜欢吃包子吗 是的我在剧组天天吃包子 真的天天吃 天天吃 但他们有的时候买的包子好吃 我就真的一直吃 然后还有流汁的那种 燕肥过来 那因为燕慧和天药都是CENSA IP的经典角色 然后原住宜有好多设计 大家都很磕嘛 想知道如果是你个人的话你会喜欢 因为在剧里你跟林霄也有那种很深厚的情感嘛 然后他在呼吸里面把燕慧剪了过来 然后你知道张智瑶老师 就是他演的角色经常在不同的剧里面剪孩子吗 那剪了谁 还有别人 哈喽哈喽 比如说三十三世剪了那个白浅 就他老是在各种地方剪美女 哇他好幸福啊 那好幸福啊 而且剪的都是你们这种大美女 我都很爱的 他当然每次就是Q到师傅都 西傅啊 西傅 西傅你不要演回了吗 西傅 当然就这么教我演 那你听一下跟张智瑶老师他说的时候 我觉得他也蛮可爱的女 张智瑶老师特别好玩 他有在现场就是我们俩在化妆间化妆 他就在那抽卡牌抽游戏 他觉得我运气好 就老是要给我抽 我真的给他抽了很多就是很好的卡 你看你是欧皇 也不知道反正就张智瑶老师就会给我抽 然后在现场也是 他就是说师傅怎么这么多话 像汤森一样 一直说燕灰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他就这样转着圈回到后面 就说燕灰燕灰燕灰特别好玩 除了就是之前尝试过的一些角色 还有别的想尝试的角色吗 因为你之前说你喜欢科幻吗 然后会不会想要去尝试一下科幻题材啊 然后科幻题材电影啊电视剧 想啊想演一个就是有超能力的少女 发来能量 换你了 魔性变形 星星为什么 就永远了 那因为未来当时很货嘛 大家都觉得你比较适合演那种很复杂 然后有不同层次的那种美女角色 然后呢 那种白切黑的感觉 会不会是有很多类似的角色 或者本子来找你想让你演这种类型 也还好哎 没有说特别多的 那种娇俏甜美啊 和那种白切黑的那种 可能看起来是恶语的那种角色 就这两个找到你的时候 你会优先那一个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白切黑 那观众还想看 有没有 那种 因为你好 我想看 sant 有没有 有没有 这种 ��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